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向朋友们介绍一个能够免费积累财富的数字货币 GEC环保币 2017年3月份,GEC刚发行的时候只有0.01美元 当时注册后免费赠送一台小型矿机 该矿机运行30天,产生11枚GEC环保币 目前注册后免费赠送一台V型矿机 运行90天,产生2.1个币 目前GEC的价格是191美金 由于GEC环保币发行总数固定 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停止免费赠送矿机的 提醒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 免费获得一台矿机 相信GEC在未来的价格一定会超乎想象的 正如当初发行时仅有0.01美元 又有多少人能想象到价格会增长到今天的190美元呢? 试想,当时如果购买1000元的币 到今天会是多少财富呢? 无论相信与否,事实就是这样 并且已经发生了 目前我们还能免费注册 注册后即可获得一台V型矿机 该矿机运行90天后,账户会产生2.1个币 三个月后,矿机运行完毕 可以选择付头两个币再购买一台V型矿机 也可以持币待涨 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 注册后完成实名认证即可获得这台V型矿机 这台V型矿机是免费赠送的 下面我简单向朋友们演示一下注册和实名认证等相关的操作 首先打开这个链接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电脑端和手机端都可以注册 现在我是在电脑端进行的演示 我们首先打开注册链接 用户名可以更换一下 也可以保持默认 如果对用户名不满意可以点击更换 下面是登录密码 这里有一个提示 登录密码与安全密码不能相同 国家或地区 这里面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选择 我们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国家或地区选择 输入的手机号要和这个国家相对应 把手机上收到的验证码输入这个地方 点击确定 提示 注册成功 点击此处返回 用我们刚才注册的手机号和密码登录一下 可以点击保存密码 注册成功以后就是这样一个界面 很多功能和注意事项 朋友们可以慢慢的了解一下 今天我向朋友们演示一下几个必须注意的地方 首先我们要进行实名认证 如何进行实名认证呢 可以在这里随便点击一个绿色的链接 比如说点击申请环保志愿者 点击任何一个选项 首先提出我们要进行实名认证 点击申请 这里有一个提示 请使用手机进行身份信息提交 实名认证要在手机上完成 现在我把手机屏幕投放到了电脑屏幕上 选择任何一款浏览器 我选择的是UC浏览器 在浏览器的搜索栏输入GEC 点击GEC官网登录 然后选择第一个选项 GEC中国区官网 点击立即登录 我会把GEC官网的地址 直接发送给朋友们 下面这一个就是GEC的官网地址 我会把这个地址放在视频说明区 朋友们可以使用微信传输入手 把这个链接发送到手机上 然后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 同样打开的就是这个界面 我们把刚才注册的账号信息 输入以后登录一下 登录以后是这样一个界面 界面语言不是中文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拆担符号 点击语言选择中文就可以 我们向上拖动一下这个界面 仍然是点击任何一个选项 点击环保志愿者后面的点击申请 跳展到的就是实名认证的页面 我们点击实名认证 真实姓名一定要按身份证上填写 这里输入身份证号 身份证正面反面 建议朋友们准备一张空白的纸条 在上面写上GEC认证专用 在正面和反面的空白处 都要贴上这一个纸条 如果提示图片太大 不能上传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使用手机拍的图片 使用微信简单传输一下 然后在微信上保存一下图片 格式就变小了 把手机拍摄的图片 使用文件传输助手上传一下 然后打开上传的图片 保存到本地 格式就变小了 下面这个选项 手持身份证或护照 下面有一个查看式例 我们点击一下 上传图片要求 请确保身份证内容清晰 上半身完全展示 身份证空白处粘贴手写 GEC认证专用 这个图片 很多人要经过几次才能成功 另一个注意的地方就是 上半身完全展示 身体的两侧边缘处 一定要留下空白 两侧和头顶部都要留下一点空间 使上半身完全展示 主要是两侧 如果两侧拍摄不全的话 认证是不会通过的 最后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 要确保身份证内容清晰 在拍摄的时候 要把手机的摄像头取消 人脸对焦 把人脸检测这个选项取消掉 如果身份证和身体 放在同一个位置的话 因为字体太小 很难保证字体清晰 所以拍摄的时候 尽量的把身份证往前放 这样就是要取消 人脸检测的目的 一手式 这个手式 按照图示的展示就可以 环保相言一手式图片 我们看一下实例 查看实例 可以按照这几个图例 选择一个最简单的就可以 比如像这一个 主要是这一个手式 一手式 展示出这一个手式来就可以 然后尽可能的 完全展示上半身 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图片就可以 图片上传完以后 点击提交 在几个小时之内 就会有认证的结果 如果是认证不成功的话 在后台会有提示 是哪一张图片不合格 可以再重新拍摄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 第三张图片 手持身份证 或护照的这一张图片 实名认证完成以后 还要填写一下 个人信息 回到网页版 目前是英文的页面 我们可以在语言这个地方 选择中文 点击个人中心 个人资料 点击下方的修改资料 这几项信息 朋友们如实填写就可以 PayPal填写自己的PayPal账号 如果没有PayPal账号的话 这个地方也要输入一个信息 可以输入数字1 或其他的一些简单的信息 但是有一点 这里不能空白 空白是不能提交的 支付宝 下面是银行卡的信息 BTC钱包 这个可以不需要填写 然后下面输入 刚开始注册时 填写的安全密码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实名认证完成以后 在我们的后台 就有了一个微型矿机 我们可以点击看一下 个人中心 我的矿机 我这个账号也是刚刚注册的 这一台微型矿机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运行完成以后 可以收获2.1个币 这里需要朋友们注意的是 GEC的矿机 不需要每天都要登录结算 一个月之内至少要登录一次 结算一次 如果超过30天不登录的话 账号就会冻结 矿机和所有的币都会清零 我就是由于工作繁忙 我的一个账户有80个币 因为超过30天没有登录 清零了 按照今天来算 今天的价格是在1300元 朋友们可以算一下 这个损失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朋友们一定要切记 30天之内一定要登录一次 点击查看 点击结算 24小时结算一次 这里的收入是零 下面我点击结算 这就是从我注册到现在 收入的GEC环保币 我们看一下 目前一个GEC的价格是多少 点击交易大厅 我们看一下 今天价格比昨天稍微降了一些 昨天是191 目前是189美金 关于交易的一些问题 我在后面的视频中 再向朋友们讲解 从今天开始 我的电报照片中 专门设置一个GEC交流群 注册了GEC的朋友 可以加入到电报群里面 我会把关于GEC的一些相关信息和新的动向放在电报群里 供朋友们参考 另外朋友们也可以点开矿工工会下面我的工会 工会 微信 推特 还有电话 朋友们可以加入这个微信 然后加入这个微信号推荐的微信群 在群里每天有大量的关于GEC的最新消息 朋友们可以加入这个微信 在矿工工会 这个选项下面 有一个工会招募 朋友们可以把这个链接发送给自己的朋友 让他们也能够免费得到一台微信矿机 GEC目前是比较成熟的数字货币 它能够从2017年初的0.01美元到今天的190美元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能走得更长远 关于其他的一些相关内容 我会在后面的视频中向朋友们讲解 最后我要告诉朋友们的就是 目前我们还能免费获赠一台矿机 请抓住最后的机会 至少我们不会损失什么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观看 再见